利用MID,先把它MID,先切割 這個MID的話,實際上就是先切這個前面 它的編號,然後再去用V度函數去查詢 所以再把108這個資料 放在這個第一個參數 第二個參數的話就是放去哪邊查 這個可能要稍微 稍微了解一下,因為最難的地方就是說 因為這個V度函數,它要的參數蠻多,總共四個 這四個大概你就理解一下,你也不用死倍 第一個問題是什麼,你要查什麼資料,我要查108 第二個問題是你的table,table就是你的那個表格 那個array的話就範圍 你的表格就是你108要去哪邊查的表格在哪裡 那你就給它一個單位,它就會幫你把單位的資料拿來查 那查完之後呢,你要把第幾欄的資料帶回來 理論上是第2,因為它這個是第1欄嘛 這是第2欄,那把第2欄的資料帶回來 那第四個問題 一般是會用0,0的話表示說 那如果108沒有這個資料的話 要不要幫你找接近的呢 理論上如果你輸入0 但是它又沒有108的話 那它就會出現,比如說像這邊我把它改一下,我看一下這邊 假如我改一個,有沒有109 那有沒有1008好了,假設沒有1008 那我把它改 因為三個字 單位一定三個字,那有沒有多少 112好了,比如說這邊沒有112 那假如說我把這個 它的編號這邊把它改成112好了 那你會發現112按enter會怎麼樣 它會出現這樣的狀態 什麼狀態 喔,頸 只要你看到頸開頭的就錯誤了 錯了喔 那什麼錯誤喔 它會有一個簡稱 N的話就是not A的話是available Not available available就是 找不到的 Not available就是 我找不到你要的這個 1012耶 OK 所以喔 這個意思就是說 如果找不到的話呢 它就會是出現這樣的狀態 但是呢 我剛剛有提到 第四個參數 如果是0的話意思就是說 如果找不到 那要不要幫你找接近的呢 我們是說跟它講不要 那不要的話就會造成說 沒有就是沒有 但是呢它另外有個參數是要 如果要的話是1啦 0就是不要 OK 要的話就是1啦 其實0跟1的差異就是有點像開關一樣 所以你們有時候特別注意一下那個開關 特別觀察那個 開關上面一樣會有0跟1啦 0的話其實就是Force 其實理論上就是 關掉的意思 1的話呢是要 那這個要其實也就是True啦 要OK 那如果要的話 它就幫你找接 也就是說如果你看一下 這個單位裡面並沒有112 可是如果我今天假如說把它改成1的話 那它按確定之後它會變什麼 它其實本來是找不到對不對 那你會把改成1的話喔 你會發現喔 它會出現什麼 總行營業部 你想說明明沒有112啊 為什麼還出現總行營業部 那理論上跟各位講 它就會幫你找 沒有112喔 它就幫你找接近的 那哪個最接近的 你可以看一下 單位裡面的話 跟那個112最接近的話 那就是111嘛 所以它就把什麼 總行營業部 帶回來了 有沒有 所以是不是總行營業部 但是這個會有個問題啦 什麼問題就是 明明它沒有這個編號 可是你卻給它一個這個資料 那這樣反而會造成錯誤啦 所以理論上我剛剛在 V2函數 第四個問題 我習慣還是用0 OK 這個因為 讓大家可以了解 所以我特別把編號裡面的這個資料 改成112 那我把它改回來 108 如果改回來的話 它就找得到 找得到就把108 幫你查回來 OK 這樣的話就完成了 大概是這樣 主要用到 兩個 很重要的函數 然後呢 再加上一個 這個單位 這個是 定義名稱 那就完成了 接下來的話就 主別 那你想說主別什麼 如果你不太知道主別 其實你可以再切到主別這個工作表 他就是這個 ABCDE 那問題在編號 它的那個編號裡面 有哪一個數 哪一個資料是ABC 你可以發現 剛好在第幾個字呢 123456 第七個字 有沒有 所以呢 跟剛剛那個方法一樣 先把 第七個字先抓出來 再到主別裡面查 所以跟剛剛那個還蠻像的 所以第一步 我們先插入函數 那一樣用什麼 用文字類裡面的MID 把第七個字先抓回來 所以MID 然後資料在這裡 幫我把這個資料裡面的 第七個字 然後要幾個字 要一個字就好 A幫我抓回來 所以跟他講說 我要一個字 那取得A OK按確定 好 那取得A之後呢 再幫我到主別查查看 查的方式都一樣 先把資料 撿下來 然後再插入那個 檢視與參照 查與參照裡面的最後一個V6函數 那要查什麼呢 查這個東西 查A 意思是說第七個字這裡 然後呢 我要去哪邊查 因為這個是主別 所以按F3 裡面應該會有個主別 這個已經幫各位定義好了 你就不用再重新定義了 然後 這個主別 如果你不知道這個主別 這個對照表 至於長什麼樣 我教各位一個簡單的技巧 你可以點下面這個格子之後 再點上面 點回去 你會發現 當你怎麼樣 從這邊 先點到這邊的時候 他就會幫你跳到這個表格 跟你講說 你的主別在這裡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是第一欄 這個是第二欄 那 依是說 如果你查到 查一定是查第一欄的資料 查這裡 有沒有A 有對不對 那你要把第幾欄的資料帶回來 那我要 應該是第二欄嘛 所以這個2的話 其實就填到這裡 填到 第三個問題 所以把Column 這個 Col 就colum 就欄的意思 Index number 意思是說 第幾欄 你要把第幾欄的資料 第二欄 OK 那要不要完全 比一模一樣的呢 或者是幫你找接近 Range Lookout 要不要找接近 不要 不要就梳理 OK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按確定 理論上就會得到 我們要的結果 所以 A 就是什麼 組別 A是不是 一般銀行業務組 是 那底下的話呢 一樣就把他快速點兩下 就全部查完了 OK 當然 一樣的問題 如果組別 假設是 A到 E 那如果沒有F 如果說我今天 假設說我把這個編號 改成F的話 那會怎麼樣 按Enter 你會發現後面會出現什麼狀態 Not available 意思就是找不到的意思 OK 所以 當然他就會幫你把對照表查回來 那跟各位講 這個其實 在工作上還蠻常遇到的 因為 其實為了他節省空間 所以初辦會把那個 就是資料裡面其實就 給他一個編號 然後實際上呢 他完整的資料就在另外一個前面 裡面 所以你必須 要懂得用 VN去查詢 那最後的話呢 我們就是要 在 第三個欄位 升等 升等的話就1234 那1234的話呢 其實就是根據哪一個 這個編號裡面哪一個值呢 其實就是第1個字 你會發現這邊都是1嘛 那0組的話應該都是2啦 那辦事員應該是3 那要把第1個字呢 抓出來比對 所以第1個字 那當然你要抓第1個字的話呢 你可以不需要 怎麼樣 你可以不用那個 用MID 因為他不是在MID 因為他剛好在最 左邊一個字 所以呢 我們就是用什麼 用LAPS就可以了 LAPS的話呢 就是從左邊算起 你要抓 幾個字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左邊在這裡 然後要幾個字 一個字 所以你就按 輸入1 這樣就OK了 可是 請各位特別特別小心 小心什麼地方呢 你可以看到 因為他這個編號是一個文字 其實為什麼是文字 因為只要 這裡面 假如說有前後雙引號的話 那一定是文字 或者是說呢 他裡面雖然說 全部都 就是 有 不是數字的話 那一定也是文字啦 那你會發現 切割完之後一定也是回來的話 會是一個什麼 一個文字 雖然你看到是1 但是他實際上是一個文字 所以你按確定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他這個1 這個1 特別注意 他是文字1 不是數字1 但是呢 有個問題 你們的那個升等這個對照表 裡面這個地方的1 它 是什麼呢 它是數字1 所以如果將來你要查的話 很容易查什麼 假設一樣的方法 我要去查升等的話 那你會發現我把這個公式一樣剪下來 再插入那個 一樣 V的函數 所以找到那個查閱與參照的最後一個 把這個公式貼上 那查什麼呢 查F3 查那個 這個是什麼 升等 升等在這裡 那你會發現 有一個 很重要的關鍵 就是說這邊呢是 文字1 那這邊的話呢是數字1 所以如果你假設找的話 你會發現找一定是找 把第二欄帶回來 那一樣是輸入0 反正這個 這個滿固定的 第二欄 然後 不要找接近的 那你會發現 當然理論上你想說 1 那不是要找助磚回來嗎 不過你按確定你會發現 他會出現什麼 僅 NA 僅 NA 找不到 為什麼找不到 其實最大的關鍵 就是我剛剛講的 什麼地方 就是 這邊是什麼 文字 這邊是數字 這邊是數字 那在Excel的世界裡面 文字 跟 數字 是不等於的 OK 所以你會發現 因為不等於嘛 所以他就找不到了 那怎麼樣可以讓他變等於 好像我記得在上學期有講過 如果你要把 這個1 轉換成什麼 這個1的話 那你必須用什麼 有個函數 不知道各位還記不記得 就是把那個文字 轉換為數字的函數 這樣這一題就完成了 OK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把那個 剛剛那個組別先完成 升等部分的話 這個問題待會再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